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最早听说您是图悠悠 图悠悠得诺贝尔奖的时候 您把获奖的过程讲得特别的详细 我就留下很深的印象 那么再有一个他按说这么大的科学家来 当然要讲讲韩春雨了 但是图老师以一个科学家的严谨 说这个事还没到时候 是吗 对 以后有更好的时候 那我才不明白的是什么呢 我最近碰见了好几个就是有这个留学背景的这个学者 到我们节目来 按说都不是搞政治的 但都像您一样 说那您想聊什么呢 美国大选 你觉得为什么你这么大兴趣 我觉得大家一直跟我谈的是科学 是我的本行 他们忘掉了一个事情 我是成年时间二十多年生活在美国 不仅如此 我实际上在美国期间 我对于美国的文化 包括政治 相当的了解 而且我到后期在美国的时候 我完全实际上是像一个典型的美国教授 想各方面的事情 包括社会问题 所以实际上你今天让我在这里坐着 我其实不是北京大学教授 你得想我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大学的理科教授 会怎么想这些问题 这是我们太需要的角度了 这个角度很少人有 太好了 所以我首先得给您点黑材料 让您看一看 让您讲的这个更有感受 你知道 今天都报了这个美国将相 向何处去 希拉里的民调已经低于特朗普了 然后主要是我觉得特朗普这个气焰 我非常有意思 你可以看一段啊 在9月8日 与美国与美国努力 为我们的国家建立更好的未来 谢谢 我必须要开启 一个很重要的 新闻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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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得非常好的问题 Hilary Clinton's investigation They are reopening the case into her criminal and illegal conduct that threatens the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ilary Clinton's corruption is on a scale we have never seen before We must not let her take her criminal scheme into the Oval Office Real change also means getting rid of the corruption in Washington And again, maybe that's happening Wow, it's a big day 微信公正號上傳出來的消息 我覺得不大可信 因為我查了一下 我覺得這個還是就是說 所謂抄家還是說跟他那個助理吧 不助手 有關係 助手有個色情狂老公 對 但是我都已經開始動搖了 這個中文的微信公眾號說Hilary被抄家 這毫無疑問是撒謊 但是中文微信公信號 絕大部分經常這樣撒謊 撒完了謊沒有懲罰 所以從微信公眾號來說 要看只能看我們的知識分子 對 有可信性 我們不會故意造謠 我們會不會有錯誤 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中文微信公眾號一大半赤裸裸造謠 這個造謠不造謠非常容易鑑定 那麼就是說 美國的中立的新媒體是CNN 美國的右派保守媒體是Fox News 如果Fox News都不登特朗普的好的 Hilary的壞的事情 這個事情就中文純粹瞎照出來 如果真正有事實的對Hilary有害的 Fox News馬上就登上去 因為他是一個極端反對Hilary 極端支持特朗普 但是人家Fox News還有一定的底線 就是不能赤裸裸造謠 對 咱們中國早都沒底線了 但是這就說明您作為在美國二十多年的這個教授 我感覺您這還是坐在希拉里這一邊 美國絕大部分科學家 大部分教授 大部分大學畢業生 都反對特朗普 然後在現在反對特朗普的情況下 他的對立面是誰 一般來說都會支持 但是希拉里這個 就我所看到的這些個謠言來說 確實給我腦子裡勾劃出來一個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就是他的勢力大到 甚至像紙牌屋 比如我前幾天節目裡 我是聽我美國朋友就說 說希拉里這個事牽涉到殺人案 我覺得你看 你看這就是有一個叫Mike Flam 這個不能看 互聯網作家什麼的 中文的這些 有說多少個謀殺案都怎麼很巧合 有這個東西他不早進了監獄去了 哪有這個事情 那他那幾萬封郵件呢 幾萬封郵件他作為 把公司放在私人這個server上面 是有問題 但是沒有任何犯法 他沒有任何洩密 所以這是小提大作 我得退回來一下 好 說一個事情 我覺得美國大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不是家長里短八卦 因為美國大選是很多人看 它本身的結果 影響美國和世界的走向 另外通過每四年一次看美國大選 它影響美國和全世界的文化 在以前的階段 布什和這個 雷根什麼的 布什跟他當時進行是Gore 這種是一種正常的大選 那麼兩個人都不出格 我可能更支持Gore更反對布什 但是他們都不出格 沒有一個人敢赤裸裸的站在那邊 信口赤黃 像川普這樣說假話 但是你衍生到現在就赤裸裸說假話 那麼這就沒有底線了 這在推從一種 你只要厚言無恥 堅持厚言無恥 居然能得到美國人民 百分之三四十的選票 這是導致了美國文化的下滑 美國文化在1990年代以前 基本上是一個一直在上升的 一直在進步的一個國家 那你中間是有缺點 有其他問題 但是在進步 從追克林頓 這個有沒有跟那個 雷文斯基 雷文斯基 這個事情開始 這就是瞎胡鬧 因為這件事情 第一是一個私人事情 第二 他這個事情跟公司沒關係 當時這個檢察官 是在另外一個事情上面 逼著他 要對這個事情進行回答 那他不算總統呈現出了問題嗎 本來是這樣說 然後說的說法是 如果你私人事情都可以說假話 那麼你公司會說假話 事實上 布什是公司說假話 出兵伊拉克 他沒受罰 現在是川普 私事公司天天說假話 沒有一天不說假話 都不受懲罰 可是現在這個 所以你這個文化就變成有問題了 對 可是我問我 但是問題在於這裡 科學家不讓人去問問題 我問問您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阿桑奇洩密的 這些郵件內容 沒有一封 是真的嗎 沒有一封是天大的事情 目前是這樣 我自己本人最喜歡的 是Bernie Sanders Sanders 退而求其次 Clinton也可以 Hillary Clinton和Bill Clinton 是典型的 一般的現代政治家 你叫政治家也可以 你叫政治人物也可以 你叫政客也可以 但是他們是典型的 他們既不是全心全意 為人民服務 也不是這個罪犯 然後你天天要問他 他一個現代的politician 要這麼多人選票 所以他一定是見到A 說A話 見到B說B話 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 但是你A和B現在經常 把這個信息拿來對一下 就會有問題 就很尷尬 但是有沒有證據 對 有沒有證據說明 他早就知道 這個沙特和卡特爾 給ISIS提供資金 這也是一個很 然後仍然接受 沙特的證據 這個Osama Bin Laden 就是美國培養出來的 美國資助出來的 美國當時為了 蘇聯出兵阿富汗 美國就支持阿拉伯人 打這個抵抗蘇聯 那麼就包括支持了 Osama Bin Laden 他沒有預計到 拉丁 拉丁 你會不會變成 養虎一患 反他的人 所以這裡面 ISIS的任何聯繫 都是不可預計的一些環節 不是他在故意支持一個 以後要害美國的 所以這種說起來 都是很可笑 不著邊際的事情 這在Bush和Gord的競爭裡面 這種事情全部會不上場 但是FBI現在宣布 對他重啟調查 總是真的吧 重啟調查是說什麼 是說他的助手 跟他的助手 都以前的丈夫 共用過server 那麼這裡面的計算機上 既然有跟Clinton相關的東西 那麼得看一看 然後這個事情 最容易的理解 很簡單 就是FBI的這個人 推卸責任 他怕以後 人家再說他有責任 他把這個人全扔了 你們去管吧 裡面沒有說 裡面有什麼事情 這個Clinton的所有這個E-mail 查過的 沒有任何有問題 刪掉了三萬封啊 當然有這種政治家 幾個人合夥在一起 佔點人家的便宜 所有的現代政治家 全在天天實時在幹這個事情 這不是個crime 你同意嗎 李章 我是堅決反對做這種事情 但是這是沒有原則性問題 更不要說有沒有犯罪問題 這是立場鮮明的 對 這不是立場 這是事實 科學家的立場 就是事實 我覺得就是 咱們也退回來看 咱們跟饒教授的這個立場 肯定不一樣 因為饒教授是在美國 他不是20年 是嗎 對不起 饒教授我先冒昧地問你 您會去投票是嗎 我不會 我沒美國級了 現在 這個 因為我問美國的朋友 有遊戲 有 不是有什麼 有投票權的人 然後 人家 就說不要隨便問 然後我說難道 難道這個都變成一個 這個惠莫如深的事情了嗎 然後退回來一部講 我是覺得 就這一次 你真的是會看 這個美國的這個社會 分裂到什麼程度 各種消息 他他現在也有分析家分析 就比如說現在不斷傳 對希拉里不利 或者對 對川普不利 但是呢每一個陣營選擇 就是他都是有選擇的接受 就這些東西他會強化 就是我只是 比如說我支持希拉里 這些消息 已經對我都沒有影響了 真正有影響 就是那些搖擺的 在當中 我沒想好是 就是選他還是選他 現在好像都在 膠著於這部分人群 但是對以往就是固定的 你看那個川普 我以前我 我都不能理解 我說怎麼會有人 來支持他呢 我覺得心口開河 然後那個一講話 那個手不斷的在這 但是你看他每一次 就是他一講話 底下那個喝彩 作為一個旁觀者 我也都挺意外的 這是很有趣 因為理解他 就理解美國的文化 和社會的發展 也就是說他這種人 是上不了台面 他不過是個玩跨子弟 然後就 一天到晚就是 佔全世界和美國人的便宜 就是開賭場啊 搞這個選美啊 他沒有做過一天的正經事 然後一直是有這個 各種各樣的毛病的 所以這原來上不了台面 因為今年 這個共和黨沒有想好 搞了一大堆候選人出來 然後他也混集其中 那他做的事情 跟中國官場 是一模一樣的事情 他為什麼會有事呢 就是因為 他信口開河罵人 那十幾個人 都不願意做 第一個跟他罵的 因為你第一個跟他罵 他就對你罵 然後其他十個人占便宜 所以那十幾個人 全部為了 不當其他人的炮灰 全部不對準他罵 全部副下罵 不罵他 最後就變成了他占便宜 這叫光腳不怕穿鞋的 中國的官場 一大堆官員也是這樣 凡是壞事來的 都不出頭 都躲著後面 都不負責任 那最後就是 就會出現 像這種問題的一樣 中國有些壞人壞事 最後會走了很遠 就是因為很多 應該負責任的官員 不負責任 都不願意為了公事 犧牲自己的個人力 這個共和黨 這次讓川普出來 是典型的 在美國的一個翻版 這中國也有特朗普 槍槍三人行 廣告之後見 為了公視 我是吃瓜群众 您生活在美国 您有种利益和感情相关了 我纯粹看热闹的 我开头当然也觉得 肯定是希拉里 川普有点上不了台面 但是我现在慢慢觉得 假如希拉里真的是个阴谋家 野心家 而且用这种非法手段 曾经操控美国政治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说 特朗普他大概只是说 那天有人问我 我说他真选上特朗普 选上总统 就是美国会比较丢人 就不太体面 这个国家似乎以后会变得 道德有点崩溃 可是也未见得就不好 说不定他会带来新的改变 很多人不耐烦 希拉里这种虚伪的 这种女人 整天满嘴政治正确 可是私下里干了些什么 好像藏着一些很深的秘密 所以才引起调查 那么特朗普真当了美国总统 你觉得真的就是那么灭顶之灾吗 对美国 他美国是有这个三权分立 相互制衡 而且他真当上了 你觉得他还真的是个疯子吗 我觉得他当上对美国肯定是不好 是不是对世界是好事还坏事 对中国厂是坏事 这个里面有很多间接的因素在里面 我们暂且不谈 他对美国不好的原因是因为 他共和党现在也管不住他 好多话叫他不说的 他照说不误 叫你去Gettysburg 做一个严肃的演讲 他前面要骂人家那个几个女的 他就忍不住这个骂骂咧咧 你说一个总统以后天天 在那个电视上乱骂人 这像啥样 你觉得他当了总统之后会收敛吗 还会这样吗 他更会这样 他觉得他就这样都赢了 他还不骂下去 你谁管他 这是一个事情 另外一个 他对国际形势会有影响 因为他一天大晚说 我们以前说的这个事情不干的 那个是不干的 那你变成了一个大国总统 代表大国言而有信 你如果是言而无信 我们以前签订条约的事情 我可以一二三连接三天 说这个要是会要重新考虑 谁跟你谈一条约 然后你失去信用以后 那么别人就会去另外寻找 别人谁跟谁可靠 我觉得你觉得希拉里有信用吗 所以刚才饶宜老师说 就是这个信用问题 其实你看他这个美国名叫希拉里的 这种可信程度 就是叫他叫unfearable 是吧 就是不受欢迎程度 其实是高于特朗普的 特朗普很多人支持他是认为特朗普真实 对实在 我反倒觉得他说实话 他希拉里可能有很多的 就包括跟克林顿在一起的时候 有一些行为 大家一直对他有一个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成见 因为咱们现在也不知道 你真实发生了什么 但是对他有一个 叫刻板印象也好 还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好 就是认为他 你背后隐藏了很多东西 但是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 是那个国务卿克里 在英国一个大学里跟大学生谈话 然后我都觉得是挺 就是太实在了 他就说我现在美国大学闹成这样子 我都没脸跟别的国家 你看了那视频没有 我没看 特别有意思 说得很实在 就是说现在美国大学了 都快成大家的笑柄了 就是你现在两个人在这辩论 你不辩论 我的执政理念是什么 经辩论 你刚才说什么脏话了 你跟哪个女的又怎么 这边就攻击这一些 就是真的都 就太有识分寸了 所以克里说 我们跟别的政治家说 你们要走向民主 人别人就这么看着你 就说你们还有脸说别人 大概就这个意思 我就想起这个 你说这样 想起这个李敖过去老爱说 就是说这个当前社会的情况 是人民没有选择 就是说两个王八蛋 你选择哪一个 是比较差的 他不是说一个疯子 一个骗子 现在是这么说的 我觉得这个错法是彻底的 当笑话是可以的 当事实是不实质的 就是说 这个克林顿夫妇 是典型的现代政治家 也就是说他们是虚伪的 但是我相信 现代正在实践的 politician 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 问题是在克林顿时代 他丈夫时代 就对他进行拉链门的这种 你这个任何人 绝大部分政治家 都过不了拉链门 那种这个 使你A 把你XYZ都叼出来 说你XYZ也不能说假话 这个他那个时候 怎么说这个事情 他实际上有这个事情 这个法国总统密特朗 这个做总统期间 跟人家不光有关系 孩子都养得很大了 你要把他叫上来 问他这个问题 太严重了 这个答不上来 你就说根据现在的这个报道啊 就是说 所有的报道里面 他没有任何真正的阴谋和越轨 就是一些这个到处要讨好 这个然后说了一些话 这个逗不起来 但是现在根据这个报道说呀 就说连这个特朗普 说他歧视女性的一些录音 也是希拉里这个团队 搞出来的呀 这是纽约时报报道 这是华盛顿时报 纽约时报 这些华盛顿时报 纽约时报 他们做的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是说我现在觉得 我来做一个预计 如果最精确 最精彩的 就是说因为特朗普 肯定经常干这种事情 就说不定哪个旅馆里 那个员工就天天去查那个录像 说不定录住他这个东西 如果下面几天之间 有一个这个录像放出来 就是哪个旅馆的员工 报个这个料 你看呢 又会翻转一次 因为他肯定有哪个旅馆 抓住过他这种事情 唯一的就是他经常是住在自己的旅馆里面 规定他的员工不准去查录像 抓不住这个事情 反正现在啊 就是中国的这个 这不是美国选民还没决定呢 我看中国选民已经 已经开始殴割了 你可以看看他们恶搞的 也挺逗的 就看看看一下 穿不躺 翻一面 他修长城学大心 再次强大一杯力尖 有啊 百二零到美的向前进 有啊百二零到美的向前进 伤不疼大火急 那一步霜我天哪里 政治正确被抛弃 有啊百二指派 无边全力游戏 饶教授 我听到一种观点 就是说 为什么床破这次这么当红 就是说 以您为代表的 这种在美国的这种精英阶层 当然就是站在希拉里这一边 但是呢 精英阶层 他考虑不到 就现在美国的贫富差距之加大 对吧 美国的这个政治运转到今天 经济好像也萎靡 然后呢 广大的这种低收入的这种 所谓屌丝 中国叫屌丝 他们呢 愿意看到一个改变 所以他们才选择了 这个理解是错误的 这个理解不光是错误的 而且对美国历史的这个演变 特别是最近的演变 不了解 就是说 民主党和共和党 传统 民主党代表的是 这个 普通中产阶级 和偏低收入的人 另外他同时代表 这个在思想上 比较自由和进步的人 这两个 是他的核心 这个支持 共和党 是代表 富有的基因阶层 和 价值观的保守 然后这四批人 其实在 价值观和经济利益上 会有交叉 那您觉得 为什么将近一半 甚至现在比希拉里还多的人 看好特朗普 选特朗普呢 目前 支持 川普那边的人 是有一批特有钱的人 所以特有钱的人 一直在共和党那边 实际上 不在民主党这边 民主党最近得到了部分的 华尔街人支持 这是我们 这个 Bernie Sanders支持者 对Hillary的意见 就是他 往那边拉了一批人过来 在华尔街拉 但是最富有的那边 多半还是支持 共和党 因为共和党要给富人减税 民主党 是给中产阶级减税 这个 这个完全利益是不一样的 所以 说民主党代表富有的人 不管劳苦大众 这是 错的 您觉得现在是党啊 还是人啊 我觉得更多的 大家现在好像选人呢 就是希拉里 这两个东西也是混在一起 之所以川普 现在有这么多人选他 其中有一部分人 是作为党被绑架了 因为他同时代表了 那个党代表的几个观点 包括 这个以后 大法官现在要换人了 大法官影响的时间比中路还长 所以大家都想不能让对方的人 去认命一个 这个 民主党这边 生怕那边认命一个保守的 保守的 共和党那边 生怕这边认命一个比较进步的 我现在还以为 特朗普的支持者当中 是不是很多是底层民众 这现实不满的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想象 因为这一批白人工人 在白人方面 他是靠共和党 但是工人方面 他本来是靠民主党的 所以民主党不代表 经营传统上 但是最近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 突然这个白人的工人都到共和党那边去了 但反过来呢 大学生都到民主党这边来了 这是近年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那么里面是有很多复杂因素 在走成这个样子的 而不是先天的 是这样的 先天的这个 共和党 它里面是有 有钱的人 有钱的人又很复杂 因为有钱的人一方面 要让税收减低 对他们的税收减低 就美国的这个税收制度 中国以后千万不能学 美国就这样 越有钱的人 你现在看了 川普不用交税 对 这个赚几万块美元的人 年年交一大堆税 你说这个税法会走成这个样子 这不是可笑吗 但是有钱人 他同时希望他的钱最有效的发挥 所以他是支持国际贸易的 那李晶 你觉得现在这个形势 是不是真有可能特朗普 我之前真的是 一直到昨天 我都还坚定的觉得 希拉里肯定要当选 但是就这两天的这个 这个叫做 他不叫October什么 surprises是吧 上次我们去在美国使馆 听一个人来讲 这个美国大选 他还当时还说了 说最不可预料 就十月份报新闻 因为你十月份报新闻 你之前所有的什么 什么推演啊 有不是很多说 可以用那个机器来算出 一个大数据吗 比如这个州传统是民主党的 你就不用不用再看 他不会发生变化 就是其实变化的 就是中间的那几个 所以他为什么 每一个次是佛罗里达州吧 还是第一个 就是他中间 他中间几个州是摇摆州 他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 可以推算出今年谁来当选 比如说现任总统 支持率很高 民主党 那么民主党再次当选的可能性都非常高 但是最怕的就是什么 十月份发生很多的这种意外性的 现在就说这个阿桑奇预言 就到再过几天 他说最后一波泄密 他说能彻底击垮希拉里 你相信吗 我对于预计这个我觉得我没有把握 那的期望